今天财经快报 特朗普遭枪击后乘砖机抵达新泽西州 拜登提前返回白宫 综合多家美媒消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 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地区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美股新高资金逆势出逃 波动性风险是否正在靠近 阿斯迈、台积电和奈飞的财报或影响科技板块走势 过去一周 美股在卖向新高的道路上发生了微妙变化 通胀压力缓解令降息预期继续升温 部分科技权重骨有获利回吐的迹象 特朗普遇刺过程回顾 脸颊沾满鲜血 撤离前特意摆出战斗手势 当地时间13日下午6点02分 在上帝保佑美国的旋律中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露天游乐场上举行竞选集会 他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 党代会前的十月惊奇 安保陡然承压 特朗普党内地位增强 援引美国媒体13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比特币向上触及6万美元 比特币向上触及6万美元 为7月4日以来首次 日内涨1.38% 以太坊突破3200美元 日内涨0.76% 美警方针对特朗普竞选集会枪击案举行新闻发布会 FBI称尚不清楚枪手作案动机 据消息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 现场突然响起枪声 被拜登叫成普京 泽连斯基回应 鉴于美国队伍支持 这是可以忘记的错误 据多家外媒此前报道 当地时间1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误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叫成普京总统 枪击事件发生后 白宫称拜登与特朗普通话 白宫官员当地时间13日晚说 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通话 13日下午 特朗普在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一文书里 美国史上有9位总统遇刺其中4人遇难 7月14日电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历史上 总统遇刺几乎是一个传统诅咒 据美媒统计 美国史上共有9位美国总统曾遭遇暗杀 其中4名丧生 美执法官员 一死亡白人男性身上找到半自动步枪 认为是枪手 据央视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特朗普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他在特勤人员保护下立即撤离了演讲台 特朗普竞选集会突发枪击事件 白宫官员证实拜登与特朗普通话 据消息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 现场突然响起枪声 特朗普遭枪击全过程 当地时间7月13日下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特朗普枪击事件为暗杀未遂 拜登有自己的看法 7月14日电综合外媒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集会上发生的枪击事件 被执法官员定性为暗杀未遂 美国总统拜登随即表示 对于该枪击案的定性 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发生证实诱饵被击穿 同时感谢美国特勤局 多加美媒消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一文书里 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出现枪击事件 拜登 小布什 欧尔班 内塔尼亚湖等人发生 消息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 现场突然响起枪声 美媒 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拜登称已尝试与特朗普取得联系 据原引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特朗普称右耳上部中枪 美警方称其被提磁器碎片击中 当地时间13日在宾西法尼亚州竞选集会现场枪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 他的右耳上部中枪 感觉像子弹穿过了皮肤 美媒 拜登竞选团队宣布暂停拜登接下来所有竞选外出活动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拜登竞选团队宣布暂停所有拜登接下来的外出活动 并将尽快撤下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 特朗普枪击案嫌疑人被击毙集会 现场有参与者中枪身亡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据央视消息 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县地方检察官理查德·戈尔丁格表示 拜登就特朗普竞选集会枪击事件发生 感谢听到特朗普安然无恙 这种暴力在美国无立足之地 据原引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 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前总统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 以作为刺杀案调查处理 快讯 美国媒体援引执法官员的话说 前总统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 以作为刺杀案调查处理 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内塔尼亚湖发生 令人震惊 据援引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 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出现枪击事件 马斯克发文 希望他早日康复 消息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 现场突然响起枪声 集会现场响枪声 特朗普幼儿有血迹 美特勤局证实其情况安全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特朗普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他在特勤人员保护下立即撤离了演讲台 突发 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疑似出现枪击 多家美媒称特朗普撤离时耳朗有血迹 多家美国媒体消息 当地时间13日下午 特朗普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他在特勤人员保护下立即撤离了演讲台 宾州集会期间特朗普在特勤人员护送下匆匆离开讲台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周六在宾西法尼亚州Butler举行集会时 被匆匆护送离开讲台 可以看到美国特勤局人员护送特朗普离开 并大喊趴下 不满足于25基点交易员开始压住美联储9月将大动作降息50基点 比起压住于标准的9月降息25个基点 债券交易员正在加大对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50个基点的压住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联邦基金期货市场上 拜登从政50年所锤炼的自我信念与民主党的焦虑不安格格不入 乔拜登力争继续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毅力来自于从政50年间所锤炼的自我信念 在这50年间他争取入主白宫的努力曾屡屡受挫 美股上涨覆盖面扩大追踪指数的天量资金反而可能出血 对于许多主动型基金经理和宏观多头而言 渴望已久的股市大涨覆盖面扩大如能到来将是个好消息 但是年复一年向指数追踪工具投入了重金的投资者可能会受到伤害 然后继续发明了解